这个故事的主角 叫影子超人 之所以叫影子 我想他 大概有很多东西 都不想让人知道 包括想成为英雄这件事 像你我一样 为了追逐梦想 他习惯面对孤独 默默奋斗 喂 爸 儿子 我给你妈晚上到啊 我上次不是说 我等过年过后 有空了就回去吗 我过去陪你 爸 往上见 儿子看到我们去陪他过年 他肯定高兴 谁知道呢 孩子大了 也离我们远了 爸 妈 这里 你住在这儿 你以前住的不是说挺好的吗 他什么时候都说挺好的 妈 我是不是让你失望了 我失望是因为你什么都不合我们讲 真想回到你小时候 总爱黏着我们 妈 一转眼 你长大了 反而什么都不愿意告诉我们 喂 妈 儿子 你最近好不好 你工作怎么样 工作挺顺利的 妈这里有点吵 就先不聊了 儿子我还有 妈 妈 画漫画 一直是我的梦想 我想让你们为我骄傲 去年 我把工作辞了 没有告诉你们 是怕你们担心 妈 对不起 傻孩子 我们不求别的 就希望你健康快乐就够了 你尽管去闯 加油 我们支持你 影子超人突然明白 其实做不做英雄 没什么大不了 所谓梦想 可能成功 可能失败 但我们从来都不是鼓励无缘 用心感受 你会发现 他们 一直都在 爸 妈 起手吃饭了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